你们知不知道活动点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那就是能变成雪球 今天我看到队友变我都惊呆了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不知道变成雪球后队员有没有伤害 如果有伤害的话就变成雪球 不错 开局想去到二楼的 结果卡到了工具墙上面 快点快点 又迟到了 好再进来 这比较顺利打就拿到了枪 只是一号倒霉了 你还敢冲第二次 这一次我可不给你机会了 头顶上有一个人 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扶人 上面的一号又倒了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他补不了你的 突然二号被一大队人给围坠阻击 为何同天而降放倒一个 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鬼犀鸟 感觉漂亮 我的队友补枪也够及时的 下面应该还有一个 一个大宝剑瞬移到下面 哈喽 我的建议呢 还没高兴 两秒钟又来了一顿 两个队友全部被击倒 下去的时候 左边又来了一个木男 也把我吓一跳 哇塞 这么好险 差一点就凉了 没关系 我会为你们复仇的 死号顶住 等我打个要立马来支援你 呃 握了一个去全死光了 反倒是二号活了下来 我感觉这个活动点还是挺容易打的 这个活动点的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老六特别少 但是这局的队友都不会关雪球 我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功能 你们看这局我的队友 我一转头当场把我吓一跳 一个巨大的雪球超滚了过来 我人都懵了 还可以这样 你有病 他这个雪球能越过大吗 我靠 跳这么高啊 直接砸在我头上碎开了 我刚想问他怎么搞的 然而下一秒他就被连打逮捕 可恶 我帮你报仇 把这两个人打掉之后 我问了一下三号是怎么搞的雪球 他说找雪堆 啊 雪堆 这个地方有雪堆吗 我飞起来看了半天 也没看到有雪堆呀 但是这局呢 我开着猛马像这一个满边队出事了 这猛马像真的跑太慢了 和霸王龙不是一个档子 关键是霸王龙还安全一点 这会非常容易被打 对面直接把我们四个人扫了三下 而且这玩意儿这用的很难走位呀 这个教训告诉了我们 以后千万不要骑着猛马像追人 不验死的可能就是自己的 找仔鞠去把密室给开了 刚刚我又缴获到了密室钥匙 前面有一只电池虎 有人想抢我的老虎 这道没道刚想走就有这个正着 密室出了一把法马尸 这把枪我就不用了 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穿凌王吗 众所周知凌王的双马尾应该是最大最长的 再马上就要出来一款更大的双马尾 我看都惊呆了 它长这个样子 天呐 太扩张了吧 这难道不等是野猫 好大的双马尾 又大又翘 笑死了 呵呵 来这里买一点佩剑 有车声看到 它敢在我们前往飘移 你还是太年轻啊小伙子 这局有可能要刷到卫星楼上面去 难道又是一个终极打把冲 只可惜我没有捡到狙击枪 说到狙击枪 我还有点怀疑上版本的狙击枪子弹 怎么打都打不完 利用冰毛一步步的飞上铁塔 刚飞上来一号就凉凉了 我去 一锤把这个掩体打掉 这个太暴露位置 这小子还蛮悠悠的在下面行过 OK 你已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盒子 完了 被刷出去了 连打把的结果都不给我 这个石头还有一点点在圈 敢不敢给我刷一个切脚圈 只要你赶 我登场叫你身边 不行不行 坚决不行 行吧 算你狠 确实刷了一个切脚圈 但是呢 是反切脚天前圈 我去了一个大头鬼 前面有一把妹扣 看是你的妹扣厉害 他还是我的P90 直接无伤拿下 你还耽误我的面换枪 拿妹扣还有点机会 其他枪你怎么跟我刀 确实队友被两个人给盯上了 树后面有一个木乃伊 另一个只是开枪踢到近点 这木乃伊就是活动点那个人吧 他在树后面一颗雷他就死了 我靠 但是不妙 左边又来了两个 雷个去 没办法了呀 人太多了 已经强补掉了两个 关键我们还是第四名 那证明这两堆人不是一堆 What? 好啦 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小鸣女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